美好的感恩节 庆祝感恩节 美国福建桥林总会 美国华人餐饮协会 今天在纽约西洋红老人中心 举办了感恩敬老人婚会 带着一百多只烤鸡 准备了一个多小时的演出节目 组织者陈建荣今天忙里忙外 希望能够感恩节前 把这些礼物送到老人中心 大谢这些老人家们 辛勤地工作了这么多年 也感谢他们 对家庭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 老人中心今天来了八十多位老人 对于现场的演出 他们看得很投入很满意 两位近百岁明星老人 更是先上了一段菊湖表演 我中文名叫广广亮 我中文名叫广广亮 英文名叫广亮 我叫慕明海 你今年多大了 96岁 我94岁 可以了 84岁 他没有94岁 我96 我84岁 他84岁 虽然两位老人的年龄 架起来已经有180岁 但是在他们眼里 自己还很年轻 心里年龄 心里年龄 再跟五六十岁吧 我根本不想到我的年龄 不想到多少 人间就说 你还年轻啊 才七十多岁啊 这个对我没有关系 我只要快乐地过一天 心幸福福开就好了 而问到他们的心愿时 老人们给出的答案 既简单又纯粹 我没什么训愿了 因为我年纪已经这么大了 在世界上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我要求就是快乐 过一天快乐一天 大家把身体搞好 大家不要想太多别的事情 只要把你自己想好 把身体搞好 祝大家身体健康 永远快乐 保护好自己 谢谢 好好的玩玩 采访中老人还告诉我们 其实快乐很简单 就是享受当下的健康和平安 和懂得感恩和包容的心态 美国中文电视经历报道 爱能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